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動作真的 太有效了 妳那個下面都是有 沒有 然後不記得兩隻腳 腳底要平 沒有什麼不適合的鞋子 只有穿著好不好看的 然後我就發現了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什麼 對 逛街神器 出國你就要戴這個 可以解摸 沒關係 反正會殺我嗎 不會 好 憲哥今天一開始我們要來聊聊什麼 今天我們要幫大家改善 日常生活的小毛病要揪出 幕後的元凶 因為現代人生活壓力太大 然後再加上吃了太多毒 所以就常常你這裡也痛 那裡也痛 就變成頭痛我就看頭 腳痛我就看腳 對 可是往往忽略了 可能你這些疼痛 真正的背後有一些隱藏的原因 對 聽到很多婆婆媽媽 到醫院去檢查 都找不到真正的病因 對 那醫生都說 妳睡得比較好 休息 然後動不動 醫生最喜歡講說你壓力太大 對...其實醫生的壓力最大 真的 所以今天有三位來賓 到我們現場要問診 想請我們幫他找出 真正那些毛病的 他的元凶在哪裡 是 是 潔嶺 到底他們是出了什麼狀況 好的 現在才知道 幫你解決健康大小事 日前我們收到一封信 是一個知名歌手來戲 希望你可以解決他的困擾 到底是誰 我們來看一下戲的內容是什麼 你好 我是知名的發片歌手 好知名喔 是的 在我演藝試驗的最輝煌的時候 打算開演唱會來回饋 歌迷的同時 沒想到身體發現一些小小的病痛 像是會兩眼昏花 經常失眠睡不好 而且偶爾會有耳鳴的現象 請問這是什麼事情 可以幫我解決嗎 九令你會這樣子嗎 誰 應該是九令還是周杰倫 周杰倫 應該是J開頭的 九令或周杰倫 還是 還是 也是J 也是J 就是J Julia 三追戀喔 對啦 因為我想說既然匿名嘛 對 就寫得稍微誇張一點 真的 可是還是要講出來 不會不會 合情合理 合情合理 所以現在是在籌備演唱會是不是 沒有沒有 就是說當我想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的身體 起了一些警訓 真的 對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就開始覺得說我晚上 然後眼睛會比較乾澀 然後呢 就到了晚上的時候想說 精神好像很亢奮 白天又沒有什麼精神 對 想說那就喝一杯紅酒 對啊 想說來小酌一下 然後可能會助眠 就沒有想到我那個酒喝下去 反而更睡不著 怎麼會 人更亢奮了嗎 你說喝一瓶嗎 沒有 一杯 我跟你講 就是喝太少 喝太少 喝了一瓶 嚇起來了 對 喝一瓶反而好睡 喝一杯 沒感覺對不對 所以現在就直接問整個答案是這樣子 叫我回去喝一瓶 沒有 我就是想說喝一杯 想說大家是有助什麼血液循環 對 然後幫助睡眠 可是我沒有想到說 反而我喝了那一杯之後 睡不好之外 我變成耳朵會有點耳鳴 耳鳴 耳鳴 我覺得耳鳴 有可能是誰辦得我睡眠不足 對 所以我真的不能再開演唱會了 我覺得真的 你說再次說有開過嗎 不會... 不要這樣子吧 我們診斷以後 你就可以開全球的演唱會 對 好厲害 我們請杰林來公布一下 到底 Ju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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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哥 不好意思 有嗎 就差一個字而已 對... 她的致病的原因 到底是什麼 她的致病的原因 給大家一點提示 可是跟我們Julie姐有 長期親密接觸 而且整天陪伴她時間很長的 觀眾朋友們 你們是不是覺得是我們洋團 帆哥呢 正確答案是什麼呢 是我們的 是誰 手機 手機 也是致病的原因 為什麼呢 現在很多人小三就是 現在不只小三 還有小四小五都有 所以我們要來請教一下黃醫師 對 黃醫師 這種3C產品 現在幾乎每個人人手一機 其實人手二機 這真的是Julie姐的致病原因嗎 其實主要手機本身它沒有太邪惡 是因為我們用很久 然後姿勢不正確 那為什麼它會引發失眠 引發耳鳴呢 其實主要就是跟我們 頸椎的弧度有關 我們頸椎要有一個C型的弧度 可是頭一直滴滴的 這個弧度就變直了 變直之後 晚上睡覺沒有辦法放鬆 你交感神經太亢奮 就沒有辦法很放鬆的入睡 對 那耳鳴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頭低低的時候 我們的頸椎跟我們的頭顱 這個地方它需要有一定的 活動度跟空間 這個地方如果活動度不夠 影響到我們的頭顱 我們的整個五官的部分 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眼睛會痠色 或者眼睛的後面會有疼痛感 那是從肌肉這邊去引發的 一個情況 對 然後還有包括有些人會鼻塞 就跟鼻痘有關係 所以你搞不好就是玩手機 我剛剛要錄影前 我才在跟Jenny講 我說我最近鼻子過敏得好嚴重 上都比賽 對 眼睛 鼻子 然後耳朵 耳鳴的情況 也是因為它離我們的頸椎低結 這邊非常的近 所以它如果當這個頸椎的地方 有一些狀況 肌肉它會有一些緊縮的這個問題 就會影響到耳朵 有些人是覺得耳悶 有些人是耳鳴 有些人是耳鳴 有些人是有一些窩窩窩窩 或者高頻低頻的這個聲音 那之前其實像很多人想說 那眼睛 鼻子 耳朵有 那嘴巴會不會影響 那所以我們這些 有個案例 它就是早上起床刷牙 刷完了之後 它的這個 掉下來 對 就歪掉了 天啊 好嚴重 對 很嚴重 然後它這個是 繞尾孩 對 可是它那個是 跟它的捏耳關節 以及它的頸椎這個地方有關係 那有些人它是比較嚴重 比方說它的這個弧度 真的比較嚴重的變直了 它壓迫到它的椎間盤 椎間盤突出 那突出的程度 如果比較嚴重的話 它會壓迫到這個中樞神經的地方 以至於造成像手腳的一些麻痺 或者一些疼痛 或者一些沒有力氣的感覺 所以它引起的這個範圍 真的是很廣泛 是 所以Julie姐 其實你玩手機的那個 是重度使用者 我們大家都知道 可是 被發現了嗎 早就發現了 對啊 早就一定公告天下 其實我自己一直覺得 就是我好像我還好 只是 你最好還好 半夜還在 對啊 還在回話 你們有必要現在這樣攻擊我嗎 我們也是 因為我們也在滑 我們也在滑 真的以前要Po了 真的以前要Po了 對不對 可是重點就在 大家重度使用是沒錯 大家都一樣 可是問題是 你已經開始有症狀了 所以你真的有覺得自己頸椎不舒服嗎 我之前認為說我好像還好 可是我前一陣子忽然發現說 我早上起床的時候落枕 然後我落枕之後我就想說 奇怪我怎麼會 我睡得好好的 怎麼起來會落枕 結果我就被我老公罵 為什麼 我就想說老公我落枕 他進來他說 有誰像你這樣整個晚上拿著手機 然後歪著頭這樣子在那邊看 他說怎麼可能會不落枕 你是在追劇嗎 也有 對啦 因為甄莉一直找我聊天 那晚上的時候 我就必須 其實有時候看到簡訊 就不得不想回這樣 所以甄莉害人 就是不行 已讀不回 我會告訴他說 對 我會跟他講說 什麼劇好看 因為像現在不是有很流行 那個連續劇 很多什麼十六個夏天那個 他十六集 我一天看完 一天 那你才是重度使用者 因為你知道嗎 像我們這種 因為我們小時候沒有這些東西 不覺得很新奇嗎 不覺得很好玩嗎 的確是很好玩 我肯定有那張卡沒過 我可以玩到天亮 所以甄莉 那你沒有症狀嗎 我其實也有一點 就是真的 我剛剛看物理師說 你們怎麼沒準備床 我想瞧一下 我全身都不舒服 想要整骨一下 對 因為頸椎也是 就是可能就是床低頭 還有你知道躺在床上 對 就是看電視的時候 可能坐在客廳有沙發 你也不會這樣坐著看 我們一定是這樣躺著看 對 然後你差不多時間 要到房間了 房間又有電視 我們一定是這樣躺著看 有沒有 都是這樣半座躺著看 然後再怎樣 都會瞧到一個最舒服的姿勢 躺著看 然後一看有時候看到天亮 對 就是看劇的時候會看到天亮 但我覺得最近這種手機 真的是太流行 太方便 所以每個人都離不開手機 對 我之前常常就也是一樣 就是再要過這個 應該還好 老花這樣子 老花要放地上 要再看 我們還是年輕人 這樣很安靜的時候 看的時候 那個時候因為剛錄完影 所以要趕快回一些有的沒有 因為剛才沒接到很多電話 過馬路的時候 嗶一聲聽到嚇一跳 因為那個車子 我抬頭一看的時候 車子已經離我這裡 邊過馬路 邊一頭玩APP過馬路 真的跟大家觀眾朋友講 千萬不要 非常非常的危險 真的很危險 路人如果是邊玩手機 然後邊過馬路很危險 開車的人邊玩手機 那絕對不行 那就危險 對 真的 好 那我們今天三位來賓 其實都是3C的重度使用者 那請問一下簡老師 類似這樣的 現在已經太普遍了 不只是我們三位貴賓 他怎麼才能夠減緩 他頸椎的老化跟退化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 不說你不知道 說了你就知道 現在你才知道 看人家不知道 五大胎 剛剛講會移塞來有沒有 然後會演化 會自律神經的問題 那些頭痛 那些有時候是跟自律神經的關係 那我會建議大家 保持頸椎的靈活 對 靈活又有力 你這個脖子又靈活又有力 你就可以支撐好一點 所以你可以應付 手機也可以看久一點 簡老師 當然看久了也不好 看久了它是會影響 但是至少你把自己的能力 提升一下會比較好 我們大家一起來跟著我做一個 我們叫做做的就可以了 這個是靈活度 叫做新疆症妹 新疆症妹 你看看一個新疆症妹 這個脖子有沒有 前後伸 哪裡來的 蝸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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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貓頭也可以轉到後面去 這樣子是80度 有啦 這樣子有沒有 這樣是90度有沒有 90 對 90度很痠 你轉到這個地方是90度 對 就很痠了 那現在很多人頭 平常一直滑手機低頭鼠 你會發現它的轉度會變小 它這邊就卡卡的有沒有 有人不能90嗎 都90要到90 硬都要轉到90 硬要轉啊 差一點 差滿多的耶 對 要轉到這裡 要水平有沒有 這讓它靈活度好一點 對 但我剛剛講 我們反對這樣繞 這樣繞不好 有一些老先生老先生 到公園去有沒有 開始這樣繞 不是 潔老師 因為我們常常有說 其實這個不好 電腦用久了 覺得脖子很痠 所以大家都會這樣子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特別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這個就是要 平常可以這樣分解動作 左右 偏 偏 前後 都可以有沒有 但是就不要這樣勻追繞 因為我們的頭 頭靠著這個的時候 這裡是頸椎的第一個 叫環椎 第二輸椎 你這樣子繞的話有沒有 這樣椎型的繞 這個地方很容易摸 對 反而耗損 對 簡老師 那除了那個新疆妹之外 有沒有別的 還有一個憲哥的 還有憲哥的 對 我們就要當作憲兵帥哥 憲兵帥哥 我們看憲兵有沒有 都保持這個姿勢 對 有沒有 不要低頭 這樣 所以下巴縮進來 所以要鼓勵大家品嘗這個習慣 對 縮下 因為有些小姐怕雙下巴有沒有 這樣不好看 要這樣好看 其實這樣不好看 對不對 要挺拔 所以把這個當 站憲兵一樣有沒有 我們說憲兵帥哥 這是一個習慣的問題 當你習慣挺拔以後有沒有 這個弧度 剛剛黃醫師講 那頸椎的弧度會比較好 對 了解 好 一個新疆正妹 一個什麼憲兵帥哥 憲兵帥哥 把這兩個練好之後 就可以延換 我們頸椎的老化 前面那個是憲兵 保持這個是好的姿勢 第二個 這個動作是可以強化 脖子的肌力 肌肉的力量 是 這是史上來賓做最正的 是 現在都這樣做 現在每個都這樣 真的 我們以前都說 坐好痠 待會兒在人家痛 對 所以一定要坐好痠 那其實我們的蹊跷 是相通的 所以你看剛剛這個 黃老師在講 包括眼睛 包括鼻子 包括耳朵 包括嘴巴 都出現一些事情 所以頸椎非常的重要 好 接下來 還有誰來問診接連 接下來就是自稱 他自稱他是知名的 生活有多知啊 有多知名 今天提醒你 性戒的內容是什麼 你好 我是知名的 生活觀察家 我看片的社會百態 抓住了人性落點 卻偏偏看不到自己的落點 這個人跟我們的育林哥 好像挺像的 對 最近才注意到 這些小病痛 跟了我近十年 包括了 腹脫 腹脹 容易胸悶 頭暈 頭痛 請問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生活觀察家 那許浩平呢 真的 通常生活觀察家 要非常的有品味 沒有 還有一點 很重要 要聰明絕頂 真的 絕頂就是 就看出來 對 而且說真的 他都看不到自己的弱點 真的 原因是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肚子太凸了 看不到下面你知道嗎 碰你怎麼會這麼了解 那個就是我啦 我寫的信 對 有時候寫得比較浮誇一點 就是你本人是不是 對 但實際上 基本上那些見討 其實都差不多 因為我發覺說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原因 就是 其實基本上我們也有運動 對 我們吃也越來越少 然後都有節制 但很奇怪 這個肚子就是怎麼樣 都是消不消 不會啊 我會有在吸氣 對 一個月以前 我看你差不多三個月 現在剩下兩個月 對 現在剩下兩個月 可是你說這些毛病 都跟了你將近十年 差不多 對 很久耶 從大概我現在十年 所以大概二十歲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就一直跟著 就跟著 現在才三十歲嘛 你的十年好漫長喔 很漫長 而且很奇怪是 之前有立任女朋友 如果住一起的話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 男生回家以後 就可能脫光光盛 那也會比較舒服 對 有一天他走過來以後 他跟我講說 寶貝 我看你真的很像一隻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就這樣躺著 然後這樣肚子很乾 然後躺在那邊 好像那種咬錢殘除有沒有 然後 但是以前是至少是 只有胸吐沒什麼 腹吐沒什麼 但後來最近 越來越容易胸悶啊 頭暈啊 肚子痛 可是為什麼會有這些狀況呢 對 然後這些狀況是 大概程度上到什麼程度 程度是 基本上是說 比如說舉個例子 頭暈好了 我可以頭暈到說 大概在下午的時候 也是常常會坐捷運 應該我們要到內湖那邊下車 因為這錄影地方都在那 對 回路坐到南港 因為就是頭暈頭暈 然後就看到那個人 一直在過 然後眼睛想要閉下來 又閉不起來 然後這樣一直過 都忘了我們要 往哪一站下車 然後後來精爵一到的時候 就原來已經到莫班站 所以有時候那個痛 是感覺說那個血 匯樓衝不上來 然後這邊缺氧 然後整個腦筋 無法似的感覺 感覺失智 那我也覺得 怕精神這樣嗎 感覺失智 讓我叫什麼名字都忘了 所以我覺得很可怕 現在才這個三四十歲而已 基本上說從腹胸腹突 一直到這個所謂 頭暈頭痛 越來越進階了 可是胸悶 我覺得這個問題 倒是很延遲 胸悶也會有 大家就在這邊感覺有時候 大概不然到晚上 或下午的時候 基本上就感覺有個石頭 好像胸口碎大石這樣 壓在這裡 非常非常不舒服 而且那個氣有沒有 感覺會吸不太起來 吸不太起來那種感覺 所以就基本上你看 頭然後到這個腹腔 然後到這個肚子 都有問題 那醫生 我到底該怎麼辦 這個鏡頭真的嚴重 對啊 所以我們最近組織一個 這個會診的小組 內科 外科 老人 獅子 然後全部東東 各科會診 對 那會診以後 我們知道它的鏡頭是什麼 請接著來公布一下 來看一下 快失智的Paul哥 他的身份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就是沙發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這怎麼跟沙發有關係 對啊 對 這個我們會看到 Paul哥可能平常在家 如果有閒時間 也許就在沙發上 因為我們有看到很多人 一直窩在沙發上 窩在沙發上的姿勢 絕對不會像各位現在這麼挺 不可能 對 沙發上的時候 一定是有點蜷縮的 然後腳有地方放你就放在那 那時間久了 如果說有時候 還不小心在沙發上睡著了 那這種睡著的姿勢 一定也不會像在床上這麼整 那這個時候會形成什麼事情呢 在我們的腰椎 腰椎也要有個弧度喔 這個腰椎的弧度會受到影響 是 那所以腰椎弧度受到影響的時候 很容易讓我們的腹部這邊的肌肉 是沒有力氣的 沒有力氣久了之後 你肚子就會慢慢越來越大 然後如果它一樣就是 神經上面受到影響的話 它會影響到我們的消化功能 所以有些人會負脹負痛 或者容易腹泻便秘等等 好 那往上影響 就是剛剛甄莉姐提到的 就是駝背的情況 對 因為很多人在姿勢不正確的時候 上半身就駝著 駝著之後 你胸口的肌肉就會比較縮 那肋骨的活動度就會比較小 比較小 你的呼吸就會變得比較短淺 然後時間久了之後 胸口這邊就會有那種悶悶的感覺 覺得好像做一個深呼吸完之後 氣才順 對 像這種感覺就是 跟你的肋骨的活動度有關 那再來的話就是在肩膀想說 怎麼會躺個沙發肩膀都在痠 然後這個頭暈頭昏 其實我們這邊的肩膀的肌肉 就是斜放肌這個地方 它會影響到的就是我們 頸部這邊的這個感受 所以很多人他也許 頸部的活動度夠 可是肩膀這邊就是這個地方很緊 久了之後你就是頭痛頭暈的這個情況 還有記憶力減退 這有些人會覺得 就叫什麼名字 知名歌手 就有點就是反映到這個 後目前的這個情況 所以有可能跟你的肌肉 太過於緊繃 然後從腰椎這邊出發的一些肌肉 施痕有關係 對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是非常準 這個小組真的太厲害了 真的 因為我在家裡的時候 就好像一副那個名畫 有沒有 維納斯 我就這樣斜躺 你手還撐著頭 手撐著頭 對 這樣看電視比較舒服 然後你看第一個這樣 第二個歪的 然後第三個手撐著頭 手會麻 對 然後這樣一路看電視 其實後來人家說 你不能這樣一整天都在這個沙發上 我說好 那我起來做個運動 我是這樣站起來開始打電動 然後最誇張的是 我有一次最誇張 我自己都忘記了 從早上11點 一路坐在這個沙發上 坐到晚上11點 整整12個小時 打電動 看韓劇 然後上網 然後玩iPad這樣 最後我要起來的時候 第一個那個黏住了你知道嗎 因為沙發是皮的會黏住 然後我一起來一看的時候 後面怎麼也有一個Paul 整個這個沙發已經現成一個 人形的樣子你知道嗎 多可怕 12個小時 後來才記得說不能這樣 不能這樣 真的不能這樣 新聞上很多打電動打到暴斃的 有沒有 過牢 然後最後要開門 然後把你開出去 真的不能這樣子 因為我就是因為 不想要這樣子過牢打電動 所以我就改變了我的習慣 真的 我覺得比較健康一點 就是我也是在沙發上 可能有時候坐下來也是 八個小時 十個小時 一定啊 看下去 我就是打毛線 打毛線 因為人家跟我講說 打毛線可以增進你的 譬如說專注衣 對 然後我就是 沒有 手不靈活 我已經幫你準備好一部毛線 等一下 後來發覺說 我真的很嚴重的是 就像Paul剛講的 我就在打毛線的時候 你知道毛線是一球嗎 一球 它就滾到地上去了 那你那個很自然的 你就會起身要去剪它 我彎不下去 我整個人彎不下去剪那個 對 真的 你那個姿勢太久沒有動了 你整個人沒有辦法說摸到地上 真的 太硬 所以我覺得我可能也是要跟Paul 對 都要調整一下生活方式 哪天我去你家了 我打毛線 你打電動 換一下 換一下 換一下也是一樣是不是 對啊 還是一樣坐在那邊坐那麼久 對 請問一下簡老師 長期間的彎腰駝背 聽說也會影響到脊椎的傷害 像我朋友他醫師 他說他每一次那個手術的時候 差不多兩個小時到四個小時 他有時候起來都 都沒辦法站直 對 這個現象很多 我想各位觀眾朋友也有經驗 很多人坐在那邊坐久以後 站起來以後都是這樣走路的 對 踩起來了 慢慢... 才會把腺部起來對不對 其實我會鼓勵你平常 多做這個胸腹腰部的動作 是 比如說我們做一個叫做 猛男拱背有沒有 摸緊拳頭以後 鼻猛男有沒有 然後拱背 肚子縮進去 胸部縮進去 這樣 縮進去 然後再挺起來 好痠喔 靠這個挺起來以後 胸部拉開來 做一個深呼吸有沒有 是 然後再拱背蹦進來以後 你的肩胛骨 你的脊椎骨 你的肩膀都有運動到 腰用力喔 對 用力 然後是痠的 挺起來 腰超痠的 挺起來以後再縮進去 可是很有症感 這個腰椎有在運動到 肩膀 肩胛骨都有運動到 這是一個動作就是你坐在那邊 打毛錢打一打以後就 停一下 你打電動打一打以後就 開始猛男拱背一下 無力大家坐在那邊 就可以很方便這樣動一動 是 是 另外一個就是肚子越做越大 對啊 屁股越做越大 對 所以我們一定要縮護提臀 縮護 肚子縮進去 不要這樣就突出來有沒有 你看 縮進去 所以提臀 臀部提起來一下 所以你就是踩在地上有沒有 一 二 三 有沒有 離開桌子裡面 是 稍微離開一點點就好了 這個不簡單 一 二 會痠耶 很痠耶 你坐在那邊打電動 看上去你就 偶爾就這樣做這個動作 會痠耶 對 不好做 這塊 這塊 根本就很少運動 重點是這個動作要縮護 要縮護 提臀 因為肚子才不會越來越大 對啊 這一點 那剪老師你剛剛講的那兩個動作 一天要做幾次 這個都是學時就可以做 每次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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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算了就是幾十分鐘 一個鐘頭 你就可以動一動 很簡單 坐在那邊 你邊打電動邊辦公 就可以縮護提臀 習慣養成以後 你習慣挺拔的姿勢 你就挺拔的姿勢 你習慣動一動 就動一動 你不要僵在那個地方都不動 一個動頭都不動 對 而且真的很重要 我那天去訂做西裝 他們就發覺說 我右邊的肩膀 比左邊的肩膀高三公分 因為你可能習慣高 因為就是習慣就是這樣 這樣 然後久了以後就是 已經自然習慣 走出去的時候都是歪 所以非常重要 是 那黃醫師也要教我們一個 能夠減緩我們脊椎老化的 一個運動 對啊 我們剛剛簡老師教了 貼心的版本 坐在椅子上就可以坐 那我要教大家 離開我們的沙發 進階版 離開沙發 對 進階版 基本上你要站著做 好 然後腳跨 跨一邊 任何一邊都可以 好 我們肚臍以下是往左邊轉 然後兩隻手捲起來 然後往右邊轉 你就讓你上半身跟下半身分開的 就是有點扭轉的感覺 對 OK嗎 像扭毛巾這樣 像扭毛巾一樣 所以我們在轉的時候 我們要做是腰子的 對 沒錯 然後我們手往上去轉 轉到底的時候 稍作停留大概十秒鐘 回來中間 好 手放下來 我們換另外一邊 換腳邊 換腳 對 好 好痠喔 好 所以我們現在換另外一邊 對不對 下半身一個方向 好 轉 那我們可以做另外一個進階版 是什麼 我們是手也跟著轉 捲你的手 轉 你會更有感覺 有了 指出來了 好 聲就出來了 我們在轉的時候 肚子往內收 我們看到Paul哥的肚子了 所以我們肚子往內收 扣子往內收 扣子往內收 誰教的這個動作 這太有效了 肚子收進來 然後做的時候不要憋氣 好 轉 那主要是幫助我們肌肉側邊 就是在腰椎側邊這邊的肌肉 能夠讓它更 就是線條更好 然後我們也離開我們的沙發 對 那要轉幾次 我們停住大概十秒鐘 大家看起來很喘 對 大概十秒鐘 然後回來中間手放下來 換另外一邊 好 這樣換另外一邊這樣 是 對 所以這個動作其實很簡單 沒有 然後不記得兩隻腳 腳底要平 剛剛看到Paul有點就是腳 腳底要平是不是 對 踏不到地上 對 好 謝謝文醫師 好難 好累 好 接下來還有誰來問診呢 杰蓮 接下來是我們知名的火鍋餐廳 老闆娘來信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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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知名餐廳的老闆娘 每到冬天就是我開始忙碌的時候了 那由於我個性是親力親為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這樣的忙出一身病 常常會兩腿發麻 痠痛 容易水腫 還會頻尿 這是怎麼一回事可以救救我嗎 這不用說一定就是甄莉本 而且只有你個性真的是比較踏實一點 沒錯 然後講話比較不浮誇 對 完全不浮誇 大家一看又這樣子 對 我不曉得是怎麼樣 對 還好吧 對 因為像我們在餐廳 我的餐廳其實就是 都是一個客人一個位子 對 連櫃台都沒有椅子坐 因為都屬於高腳 對 完全是沒有椅子坐 所以每天都站著 幾乎都是站著 然後有時候從六點開始忙 然後一站忙的時候就走來走去 是有洞 可是就是沒有坐下來 因為可能客人都坐滿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位子休息 所以這樣一站就站到十點 而且這樣子站 腳會不會容易靜脈曲張 對 我有一點點 對 我有一點點的靜脈曲張 所以才會那個 有時候會很痠你知道 回到家還要泡熱水 還要把腳舉起來 腳會 一定會腫 因為站太久 就是你去站 那我們現在請杰林來公布一下 那個甄莉她的致病的原因是什麼 來 辛苦老闆娘 致病的原因是 鞋子 鞋子 鞋子出了什麼問題嗎 鞋子怎樣 黃醫師 這什麼意思 甄莉的鞋子是有問題嗎 對 是因為鞋子才引起 她的水腫 她的腳痠嗎 鞋子其實非常的重要 大家想到鞋子 都會以為說只有膝蓋以下 其實我們腳踝 膝蓋 髖關節 然後一直到骨盆 腰椎這邊 都會受到影響 對 那如果穿不正確的鞋子 其實對我們的身體 你各個關節的影響很大 你的受力會很辛苦 那受力很辛苦 它往上延伸 有時候不是只有腳本身會不舒服 有時候就是腰 尤其是女生穿高跟鞋 對 穿高跟鞋 你會影響到你骨盆的位置 骨盆位置 那骨盆裡面裝什麼 骨盆裡面裝了我們的 生殖系統跟泌尿系統 所以呢 如果泌尿系統 受到壓迫的話 尤其是女生 比較容易出現像夜尿啊 貧尿啊 或者是腎尿的問題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 復刻方面的疾病 比方說比較容易經痛啊 或者是比較容易有一些分泌物 或者是發炎的情況 鞋子耶 對 那其實像我們會想說 高跟鞋好像很邪惡 其實平底鞋也會 也會 平底鞋為什麼會 是因為現在我不知道 是因為就是要壓縮成本 還怎麼樣 現在的鞋底都好薄 沒錯 尤其是女生夏天的涼血 對 有的那個做的時尚版的 就真的地超薄的 像後紙板一樣這樣而已 對 有些娃娃鞋也是直接 你感覺好像就是 踏到地板 對 你會覺得直接踏到 它直接踏到會有一個 什麼樣的問題呢 我們現在的地 不是像古早以前是草地 它有一些 沙 緩衝 對 它有一些緩衝 現在都是石地 石地其實它有很多的反重力 會影響到我們身體 關節上面的受力 那如果你那個鞋底太薄的話 它沒有什麼保護的力量 所以我們其實要選擇鞋子的時候 要有一定的厚度 大概1.5公分到2公分 是比較適合的厚度 那女生高跟鞋 如果真的很想要穿的話 那大概是5公分 可是有人跟我說 5公分不是高跟鞋 5公分是高跟鞋嗎 應該不是吧 5公分是我懷孕時候穿的 但5公分沒有辦法 拉伸你的鼻子 對 其實如果我們要想要 就是比較匀襯 就看起來比例比較好 你肚子要內收 所以你就不見得要穿到 那麼高的高跟鞋 可是你這樣長期穿高跟鞋 自己有沒有覺得 真的脊椎或是你的骨分 或是覺得腰 真的確實我常常腰痠 然後還有腳踝這邊 然後腳踝應該有 就是前面這邊 可能就是因為穿高跟鞋 不是這樣嗎 對 所以你前面這兩邊也會好 那你的高跟鞋 正常來講沒有懷孕的時候 你高度大概會選多高 就一般其實差不多 就這個高度 就要10公分到12公分 沒有那麼矮 還沒那麼矮 你那個還太矮了 難怪你的腳踝會真的不舒服 對 會不舒服 所以就是也是要定期 所以他剛才說 為什麼沒有準備一張床 所以膝蓋呢 膝蓋也是 像我的時候站起來的時候 你會聽到膝蓋一聲 會有那個聲音 而且我跟你講真的 因為現在天氣冷了 像我也是有時候天氣冷 真的自己這樣蹲下起來 都會聽到咔啦咔啦咔啦 對 沒錯 會 真的 你也會喔 我也會 那請問一下黃醫師 像這樣蹲下去 站起來會咔啦咔啦咔啦 這樣是一個 推化性關節 你全部是推化性 我們先說明一下 為什麼你的關節 會發出咔啦咔的聲音 對 為什麼 它有三種可能 第一個可能是最普遍的 也就是我們的關節裡面 是有一個關節腔 關節腔裡面有液體 液體裡面有空氣 所以如果說你有到 比較極限的這個動作 那這個極限動作 一般來講是不會 把這個氣體擠壓出來 可是如果關節 有一些錯位的情況 你在擠壓的時候 你不用到極致的這個角度 它就會把氣體擠壓出來 就會發出咔咔的聲音 這是一個可能性 是 然後再來第二個可能性 是我們肌腱滑動的聲音 對 肌腱滑動的時候 它就會造成一個 這是重複可以發聲的一個聲響 所以如果你的膝蓋 還發生乖乖乖的聲音 基本上盡量不要讓它出現 那如果它真的出現 其實它是一個警訓了 是 然後第三個可能性 就是關節磨損得很嚴重 那我們這邊看到 大家很擔心會退化性關節炎 因為大家對於這個名詞 非常的熟悉 可是其實膝蓋的不舒服 還有另外一個可能性 是跟病骨有關係的 病骨在什麼地方 病骨在我們膝蓋最前方這個地方 你摸的時候它是會滑動的 那滑動的範圍 最多可以到7公分怎麼多 我剛剛也是 剛剛就跨一身了 這個在動的時候病骨會動 好 那這個病骨 它其實是有一個軌道的 那如果說它有的時候 我這樣摸 它一直這樣咳 對 它脫軌了 它脫軌了 那個久了之後 它會產生疼痛 可是初期不太會有疼痛 因為你身體還是有一些 保護的機制在 那我怎麼辦 我現在才幾歲 對 就是它 好 我們一個一個來 就是 不要急一個意思 就是病骨它要在一個軌道上面 所以剛剛像那個妹妹這邊 就是在走的時候 它脫軌了 但是它又會回來 脫軌然後又會回來 那時間久了會發生什麼事情 磨損 它就會磨 因為太多摩擦了 時間久了就磨損 磨損久了就是 我們所謂的病骨外翻 造成的病骨軟化 病骨軟化指的是軟骨的部分 所以會出現的症狀 包括前面的膝蓋會疼痛 上下樓梯的時候 它是刺痛的感覺 不是痠痛的感覺 是刺痛會突然有個刺的感覺 因為你突然脫軌 然後碰到 接觸到那個疼痛的組織 然後或者是蹲跪的時候 為什麼蹲跪的時候 因為你的壓力特別大 蹲下來的時候壓力特別大 跪的時候壓力特別大 對啊 就會造成更多的磨損 這是病骨的部分 那通常它比較符合 就是年紀輕的女生 男生女生都會 50歲以下的 28歲 對 但是如果是老人家 大家比較熟悉的 退化性關節炎 它比較是屬於膝蓋本身的 軟骨磨損 我們膝蓋的軟骨 它是非常厚實的 它沒有那麼容易磨損 所以通常都要累積很久 那什麼東西會造成它磨損 剛剛提到就是鞋子 鞋子 如果你沒有穿好 你對於你的關節的壓力就會很大 對 那久了之後 它在一開始的時候 它的症狀來講 也是就骨四頭肌大腿的地方 可能你發現你的肉比較鬆 然後你的這個關節本身 就膝蓋會比較腫脹一點點 就看起來比較大 所以比例上來講 大腿細細的小腿細細的 然後關節比較大 然後再來就是走路的時候比較辛苦 早上起床的時候 甚至有一些僵硬的感覺 上下樓梯也會比較不便 可是它不是刺痛 它是屬於那個 沒有辦法使得上粒這樣子 對 那種感覺 軟身軟身 對 就比較像是這樣子的一個症狀 而且其實不要想說 只有女生穿高跟鞋 其實男生也會 像之前我去香港的時候 因為大家知道香港就是一直走 走路逛街買東西 吃東西買東西 所以你一直走了一整天 那個時候我犯了一個錯誤 早上的時候 我穿那個假腳拖鞋 假腳拖鞋 第一個那個視力點很小 只有那個指頭這邊 而且那個非常非常薄 我想說這樣不行 然後像我就換了帆船鞋 我想說平地帆船鞋應該OK吧 又舒服 對 因為雖然舒服 而且通風嘛對不對 但後來發現也不對 因為那個第一個太薄了 第二個它沒有這種所謂 緩衝的低伏 對 第三個它是整個平的 因為大家知道我們的腳底 不是整個平 結果我整個這樣一天走下來以後 我發覺我的腳痛的樣子 就是那個下面這邊 腳板 後來我去看醫生人家說 是不是 你是那個腳肌膜 我已經發炎了 還給我開止痛藥 還打一針消炎針 逛街逛到打消炎針 你們女生逛街還好 逛到消炎針打第一個 是我 你看 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選鞋子就算男生 就算平女鞋 也要非常非常可怕 可是我覺得鞋子 的確會影響到很多女生 因為有時候女生 真的為了追求那個鞋子的美觀 有的鞋子真的不合適 或者是那高度太高 你踩起來明明就有點這樣子 有沒有 還是要去配合它 還要硬硬這樣子 對 要配合那鞋子的角度 所以Julie姐 你有沒有因為 穿到不適合的鞋子 曾經不舒服過 沒有 我覺得 喂 我是這樣 沒有人這樣 沒有人這樣 我的問題就出在說 他們剛剛講的我都有 真的 我出國比你逛得真厲害 真的嗎 譬如說我們如果到飯店 我常常出國八點鐘 從飯店離開 早上八點 對 早上八點 我會逛到比如說晚上的十點 才回去 十四個小時 十四個小時 一直都在走路 女生就是這樣 尤其是去日本那邊 日本 香港那種 對 時間就是金錢 是不是 可是往往呢 不管我穿什麼鞋 我一定都穿到那種 可能氣墊鞋 慢袍鞋 對 就是說盡量已經 可是我回來以後 我還是會覺得說 我的腳會脹痛 對 因為我們就是走到已經 你放空了以後 那個整個腿是脹 腳沒有感覺的 然後你怎麼泡熱水 什麼都沒有用 都沒有用 後來我告訴你 我介紹你一個很好的東西 我就去那個美妝 然後我就發現了一個 很厲害的東西 什麼 對 這個就是第一種 逛街神器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我真的叫他逛街神器 我跟我朋友講 就說出國你就要帶這個 在家也可以帶這個 那你可以推薦給Paul 他也很會逛 對 我前幾天就是因為呢 我爸 我們家裡有我老公嘛 然後我婆婆 我爸爸我媽媽 對 然後呢都是老人家 老老小小 對不對 現在我就幫他們訂了一組 我現在順便幫你訂一組 對 因為呢我後來發現說 這個東西為什麼它還不錯 就是呢它呢就是會讓你的這個膝蓋 是 在很放鬆的情況下 它就可以放鬆 好 它比你去泡熱水啊 貼Salon Pass啊 都來得好 真的喔 而且它沒有電線 你看它不用電線 所以它是一個繃帶 幫我們膝蓋就是 hold住 有一點力量 對 它其實它裡面就是 你把這兩個貼紙貼開 然後我先跟你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圓圓的你要放在這個膝蓋上面 然後呢它就是有一個小小的機器在這邊 然後它有分很多段 就是 很多種模式是嗎 很多種模式 它有十種模式 是 然後力道有分到十五種 所以你就是可以看個人的模式 那 看個人喜歡跟嚴重程度 對不對 對 所以Geli姐它的邏輯是什麼呢 它是按摩還是它有 它是有一點像 還是電的 電 可是呢它其實有點像手觸式的這種按摩 好像感覺有人在跟你按摩一樣 對有人在跟你按摩 剛開始這個前五段那個感覺 就是好像說你壓力很大很脏的時候 有人這樣子幫你吹打 然後捏捏 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老人家都很喜歡 然後我現在試給你們看 我現在是試它就是第一段 可是我是把它的力道弄到差不多五星 因為你們這樣比較看得清楚 對 這樣你會看到它 這樣真的有在動 對 是不是 它是很自然的 對 而且因為你平常在按摩的時候 這樣大腿會揍吧 這個是我等一下要偷講的 平常我們就是希望說 在有人幫你按的時候 是這種這樣揉壓 對 其實它就是會有這樣子的作用 這樣大腿線條變緊實 那我現在就要講了 就是說它有後五段的力開的地方 是我自己後來發現 當然它本來說明書這樣就有這樣寫 你會偷懶一下怎麼辦呢 其實它就是有鍛鍊肌肉的一個模式 鍛鍊肌肉 懶人運動法都對了 一般這種會痠很難 因為那種動的比較少 你會覺得它 你自己看 可以解磨一下嗎 可以解磨 沒關係 反正會殺我吧 不會 解磨你慘了你 是不是很厲害 感覺那個抽是很強烈的抽 不是那種軟軟的 或是麻的那種 而且那是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 它不是疼痛 它是真的舒服的那種 你感覺有出力的那種感覺 所以它可以就是減緩 大家不適的症狀 不是 然後促進你的血液循環 對 那趕快問一下我們的專家 像我這樣卡拉卡拉 它到底有沒有用 請問一下黃醫師 剛剛這個Judy在講說 是低周波 什麼是低周波 那它對我們的膝蓋的保護 真的有那樣好的功效嗎 其實Judy姐現在選的這一台 它比較厲害的是 它是屬於二合一的一個工具 什麼叫二合一 就是它有兩個不同的 這個主要的作用 一個是我們看到這邊螢幕是TEM 什麼叫TEMS 你會看到英文的聽音是TNS 另外一邊是EMS 你會看到兩邊都有E E代表的是電子 Electrical S代表的是刺激 我們看到左邊那邊有個N N是什麼 N是Nerve 所以它主要處理的是 跟你的皮下的神經有關 所以它的功用來講 比較多是像止痛放鬆這一類的 然後它的原理是 一個叫做門閥控制原理 為什麼叫門閥控制原理 就是我們有時候會不舒服 那不舒服的這個感覺 傳達到你的大腦 我們用另外一個刺激 去阻絕這個感覺 所以去舒緩了你這個不舒服的感覺 對 那個比較是跟神經有關 是 那我們剛剛提到右邊那邊是M M是什麼 是Muscle 意思是跟肌肉有關 所以就像Judy姐剛剛有提到 它就是跟肌肉的訓練 跟養成你肌肉會比較多的一些收縮 不是你自己的收縮 是它幫你收縮 所以就是有一個懶人的一個方式 對 那所以它比較是屬於 像國外的運動員會使用 因為它會讓你的這個運動表現更提升 所以他們就是 所以像說如果我兒 因為我還沒有給我兒子用 我兒子都長期在打籃球 那是不是他打完籃球之後 也是可以用這個低周波的膝蓋肌 對 它運動前後其實都可以 對 那如果是運動後的話 要多一個人可以用 對 就是很多人運動完 尤其是那種週末運動者 他們運動完了之後 會有一些鐵腿啊 會有一些膝蓋不舒服 就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舒緩這種鐵腿的感覺 那我有一個問題想請問一下 醫生就是說我媽媽她用完了之後 她就跟我講說 她忽然覺得她的整個肌肉 就是柔軟度好很多 她並沒有做一些伸展 那是為什麼會因為這樣子 其實在國內有做一個臨床的研究 那個研究就是 但是她就去對照吃保健食品 這個部分化學組跟這種物理組 物理組就是用這種物理性的產品去做 他們研究出來發現 物理組的這個改善的效果 比化學組多了69% 對 所以它包括什麼 包括疼痛的部分 包括活動度的部分 都會有一些就是改善的 跟提升的效果 那黃醫師 那如果那麼多的低周波 其實市面上也滿多 但如果要挑一個給我自己或家人用的話 那到底有些什麼是我們必須要注意 在挑選的時候 一個的話是 像這個是屬於二合一的產品 因為現在市面上的產品很多 但是一般來講都是屬於單一性 單一目的的產品 那如果說就是你一下用這一台 一下用那一台有點複雜 對 家裡就買太多了 對 那另外的話 你要就是政府有認證的 那政府有認證 因為這種產品畢竟它有電 有電觸碰到皮膚 如果它漏電 那個有點恐怖 然後再來就是在使用的時候 如果已經有症狀 你不是會去看醫生嗎 那你可以去跟醫生去討論 你要怎麼去搭配這個做使用 然後可以 也許在物理在化學上面 都一起相輔相成的去作用 對 那改善的速度 也會比較快 是 所以它低周波感覺上 第一個有按摩的功用 第二個好像有那種電療 我們到中醫去有沒有 它有時候會給你針灸 然後那個電療的一個效果 所以它是二合一的 那請簡老師來教教我們 怎麼能夠防止 我們的膝蓋退化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被動的肌肉收縮 對 那我還是都比較 平常都鼓勵大家主動的收縮 主動的 大家坐在椅子上的話 現在就可以一起來坐有沒有 我們有時候 久以後腳會痠 腳踝 膝蓋 我們就可以坐一個前面翹起來有沒有 用力翹起來 這小腿的前面會用力 拉起來有沒有 然後後面翹起來 小腿的後面會用力 然後伸展這個地方 我把這個叫做 你坐在那邊 你會蹭一下 蹭一下 或者有時候靈活一下 這個是一個小腿的前面收縮 這是小腿後面的收縮 往上翹 往下 往上 往下有沒有 這個是一個小腿的運動 但你坐在做運動的時候 腳踝運動到膝蓋又運動到 對 你也可以進一步 腳踝做一個內巴 內巴 就是內轉 轉進來 外巴 叫內巴 外巴 腳開花 這個動作這樣開花有沒有 這個也是一個腳踝的運動 到膝蓋的運動 可以到髒髒的運動 可以到髒髒的運動 反正就是鼓勵大家 平常這樣做一點肌肉 主動的收縮 對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好 謝謝憲老師 現在才知道好忙 對 這樣一直這樣 做完這些的話 還要再按摩一下 但是憲老師 今天跟我們分享的很多動作 其實都還滿簡單的 然後再配合上一些口訣 其實還滿好記得 對不對 所以有的時候 不管你是依賴手機也好 還是真的工作非常忙碌 其實還是可以抓到一點點小時間 幫自己的脊椎筋骨都鬆弛一下 還是有益身心健康 今天也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都知道其實蕃茄 是一個非常好的食材 不但有助健康 而且它的熱量很低 也是很多女生 在減肥當中的好朋友 所以我們都知道 蕃茄當中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健康元素 就是茄紅素 它可以降低膽固醇 三酸甘油脂 預防我們很多心血管方面的疾病 那我們都知道 我們要預防的話 一定要用油炒 才可以讓裡面的茄紅素 發生作用 可是今天要提供給大家一個方法 下次你可以試試看 用烤的也不錯 而且烤的不但可以讓茄紅素 吸收加倍 還可以讓它有一個美味的工程 叫做骨胺酸散發出來 讓你吃到的蕃茄會變得更美味 不過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要用烤的來吃蕃茄的話 一定要記得千萬不要烤過頭 免得又變成癌細胞上升 謝謝的 謝謝 謝謝 grac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